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家 好好的整理 收拾 打扫一下呢 搞得这么脏乱差 有的网友说是 因为我和我老爹都很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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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如此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先说我老爹 我老爹 他就是太忙了 天不亮就起床 搞到晚上 9点10点才干完活 一刻不得险 他太忙了 他真的没有时间 兄弟们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了 其实我以前也动过 把这个家好好整理一下的 小心思 结果非常之惨淡 就是最开始 我先收拾的是一个箱子 那个箱子里面 有一些很旧很破的衣服 我就把它 一箱子衣服 我就把它烧了 然后这个就 闯到大祸了 兄弟们 那里面有一件衣服 是大清朝的 就是蓝色的那种 那种长衫 那次我老爹 卧槽 真的非常之可怕 人家宰了 人家宰了我的感觉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敢 动着家里的东西了 好吧 第二个 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虽然从大清朝开始 我们就在这里居住了 我们家就在这住了 我们家在这住了 三朝了 三朝十几代了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哎 到如今 这个状况呢 就是说 我没有安全感 知道吧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如果有安全感的话 我肯定要把这个家 好好的 重新翻修 就是旧房改造 好好的整一整 整成一个 你们非常喜欢的 那种世外田园的感觉 之所以不整 就是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哎呀 怎么说呢 这个没法说 这个就不讲了 反正就是一种 跑路的心态嘛 随时随地 都 哎呀 反正 那那什么呢 啊 你懂的 你懂的 哎 你不懂 那我也没办法 这我不能说啊 这个村里面 就是没有人了 啊 目前 就我老爹 他一个人在这里常住 啊 我们全村 全村那么多户人家的钥匙 都在 都在我老爹手里了 想开哪家的门 开哪家的门 就是我目前搞的这几样 像通这个自来水啊 修路啊 什么的 哎 其实早都应该搞的 之前为什么不搞 就是 就是没有安全感 在这里没有家的感觉 知道吧 我不想搞 我怕我上一秒搞好了 下一秒就被赶走了 白费那么多星期啊 啊 咱现在为什么又搞了呢 哎呀 就是因为我老爹 他不下山知道吧 我看人挑担不缺臣 自己一挑就知道了 那这这生活太苦了 我天天要挑水 所以 我就把这些东西给他搞一搞 水 自来水 就跟他已经给他通上 那个路也要修通 要下山也得 把路修通啊 家里这么多宝贝的 都得拉下山的 反正他在山里也待不了多久 已经58岁了 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了 就是 这些基础设施 能用一年是一年吧 就是我 看到很多他们租房子改造的 我想 人家租房的都花那么大精力 时间金钱去搞改造 我这还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呢 不能太小 不能太小家子气 格局要打开 所以 就就就就长了一整 就是将就能住就行 必须搞到给他搞一搞 绝对不多搞一点 其实关于这个卫生问题呢 不仅仅是我老爹嘛 我也很忙的 因为我拍视频很闲嘛 我也不闲的 我也很忙的 我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搞 搞卫生 家里需要个女人 需要个女人才行 现在我们到菜地了 前两天下了一场雨 让我的番茄长起来了 看看我的生菜好了没有 我种了那么多生菜 就出了这么几棵啊 就出了两棵 就两棵啊 三棵 太令我失望了 兄弟们 没内衣 guy 爱 感谢观看